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亮光 我们先一起看出埃及记38章 这里讲到摩西负责建造会墓的方式 由以他马督导这样的工程 在经文当中38章22节到23节讲到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都是由犹大支派的护儿的孙子 乌利的儿子比萨列做的 那与他同工的有淡支派中的 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 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 又能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的线 和细麻绣花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会墓工程当中 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同工团队 就单单依靠一个人 是不可能完成这样兼具又神圣的任务的 那神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才能 神也没有叫摩西自己来建造会目 只要他挑选有这些技能的人去做 神所示给每个人不同的专长 教会领袖应该给予每个人机会 让他们发挥他们的所长 现代教会的服饰越来越专业 所以彼此分工就越来越细 但是有同样专长的专业人士 在服饰的时候 更不要忘了彼此要互相帮助 也要分工 而不是同行相继 但是专业是要以品格和信仰为优先 当要建造会目的时候 那些没有记忆专业的信徒呢 其实他们也可以奉献 叫建会目所需要的材料 在第八节他们说 他用铜座洗镯盆和棚座 是用会目前面 事后的妇人的镜子做的 当时的镜子就是铜镜 材质就是铜 以现代的语言 这些就是妇女传去 参与会目的建造 将自己所用的铜镜来捐出 愿意让工匠 重新塑造成洗镯盆和盆座 所以今日教会的建造 不是软体硬体 我们都可以同心合意 专业分工 为足所使用 将自己拥有的线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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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